那事实上你这个国际记者会 今天侯友宜跟赵少康举办国际记者会 那当然吸引了这个共超过30家 173家的外国媒体来进行采访 我必须很残忍的讲 你去对比前几天赖销的这个国际记者会 全程用英语回答 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的总统一定要具备外语能力 但是对外国媒体发酵比较严重 还是对台湾要这些投票的人影响比较大 当然是对台湾的民众投票影响比较大 对不对 结果呢 你结果你这个 当然台湾的这个国内的媒体 你可以从线上去看直播转播 因为她的这个 今天的国际记者会 她没有对国内媒体开放 她只能用共训的方式 变成台湾的媒体 你只能透过这个直播方式来看 她没有开放 好那也没有关系 国际记者会 这个是国民党自己的选择 她没有对国内媒体开放 那只有针对国际媒体 那也没关系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记者很可怜 现在还多了一项技能 你要学纯语啊 为什么 因为她今天大家当时 非常非常关注 因为你昨天马英九 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包 国民党整个大炸锅 觉得哇塞 你选前这是一个猪队长 会影响到选情 所以大家都想要看你 这个侯友宜跟赵超康 要怎么接招 那你是不是前14分钟最重要 大家一定会 不管是国外媒体 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一定会问嘛 你怎么会对德国之声 你这个马英九的看法 你怎么看呢 就你前14分钟 全部都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我觉得国民党很夸张 你这是针对外国媒体 这么大阵仗的一个记者会 你的这个音讯 这个发生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LotsApp 然后呢 这个大家14分钟 所以我说记者很可怜 你还要去读纯语 才知道说 你侯友宜在讲什么 好不要考验记者 我还没有学到纯语这一招 好那回过头来 我要讲说 侯友宜可以看得出来 她今天的记者会 当然是消毒在前 非常的紧张 赶快切割 那她说她任内不会触及统一之外 她说她跟很多的部分 她跟马英九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而且她说现阶段的状况 这个是侯友宜讲的大白话 没错 她说现阶段的状况 跟马英九当年在任是不一样的 其实时空环境也不一样 这个我们早就在这论节目 讲过很多次了 马英九你当时可以那样子做 那是因为胡锦涛 还有当时习近平刚上任 习近平要先稳固自己 没办法对台湾出手 所以当时你的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让你有这些九二共识 这些话术都可以存在 而且胡锦涛又是温和拜 所以我确实我肯定 侯友宜该肯定还是要该肯定 侯友宜讲的没错 就是你马英九那时候的阶段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时空环境不一样 美中关系也不一样 那所以她认为说 她跟马英九是不一样的 这是切割 然后她说她对中国的意图 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她认为说 这个要有攻坚部队 才有办法去做交流谈判 好 这个是侯友宜今天的说法 可是我觉得到这个部分 我算我自己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个人就OK 可是问题来了 你讲到说 讲到说这个 刚刚不是讲到吗 还有一个日美 就讲到那个 香港一国两制的问题 台湾能不能接受 你这有什么不能直求对决的 香港你要看香港的现代现状 也是一样 邦叔说50年不变 结果后来 这个到了习近平手上 25年就变了 那马英九你还要全然的相信习近平吗 这么好回答的题目 对不对 那香港现在的这个 整个投票 这个也都不行啊 就侯友宜答不出来 马上要叫赵绍康来做起来 所以说这一集 我们不要让副总统量爱这边 我们先让赵绍康回答 我等一下再来补充 我先想说这一题不是很好直求对决吗 你那我不回答了 对啊 他就不回答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集要真的做 就给赵绍康 那这个对他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还是要讲清楚 那香港现在的现状 就是 就是其实就是香港就是一国两制 对不对 一国两制就是失败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赵绍康有讲 他还是去声援这个黎智英的一个立场 那那我好 我必须要讲是最后 最后我要讲是说 那我觉得这个今天 这个侯友宜回答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他很明显切割了马英九 那第二个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部分 他很有点 有点我觉得不能理解是说 他最后强调是说 他跟赵绍康啊 都不是传统的国民党 都不是传统的国民党 他还强调自己回国民党时间不长 那所以他说赵绍康 那现在代表谁啊 那选民干嘛选你啊 对 你不觉得跟赵绍康之前 在台上批判国民党 那个年轻人不是问赵绍康说 那这个 为什么年轻人不支持国民党 就赵绍康也是矛头起来 就对准了国民党 他说其实我自己也不认同国民党 那我就觉得奇怪 你侯友宜跟赵绍康 都说自己不是传统的国民党 那又说回国民党的时间又不长 那现在国民党又真招你们两个来选 我觉得国民党 你选这两个不是 都不认同国民党的人出来选政副总统 我觉得朱立伦应该是三条线吧 好那最后我还是要回过头来 去讲马英九这件事情 那看起来马英九这件事情是大伤 那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现在做最绝的事情 是明天就要凯道之夜了 那他这个前几天的记者会出来 梁梁沙沙沙烈泪一堆贵宾 除了赵绍康 侯友宜 朱立伦之外 第四个重要的来宾就是马英九 这是前几天开的记者会 1112选前之夜出席的贵宾 那后面还有王金平 韩国瑜讲完这些人 好那照马英九这个部分 到今天发给媒体的最新的新闻稿 都突然已经没有马英九了 就没有马英九了 你前几天记者会说 依凯道贵宾还有马英九 你今天给记者的新闻稿 就没有马英九了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 可是现在马半是说 是因为国民党没有来邀约 对 就我觉得马英九现在也切心了 他刚刚发给记者最新的简讯 是说很多的大德都来问 就说这个凯道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的回复是说 我们没有接到邀请 谢谢 我觉得是因为不爽被切割吧 对 所以我生气气 我不要去了 坦白讲 这个凯道之夜是历年来总统大选 最重要的 马英九每一次都有到 都有到 那他这一次突然就是 还自己先发声明说 我没有被邀请 这个非常非常夸张 因为你国民党 要是有这个有图为证 你前几天开的记者会 你明明就有马英九 结果后来 马英九说他没有接到邀请 所以我觉得是马英九 先赶快先切割 反正我不是 不是你退我通告 是我自己不想 不是你退我通告 是我不爽去 就是我自己先说 我没有被邀约 我没有要去 反正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看 那我还是要解惑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 马英九感冒大不会 还是要上德国之声 事实上德国之声 你去看他历年来专访的人 其实大部分挂点的比较多 很多人在这个 你去了解德国之声 不止朱立伦 其实江启臣 洪秀柱 德国之声都挂 德国之声 你可以说他是非常aggressive 他问话是 可能是有点德国的 就是他们问话是很犀利的 很犀利的 所以很多的人都折在他的手里 其实蓝绿都有 包括林静怡当时也是讲 就是有出车 结果后来也是赶快 火速请辞了这个发言人 蓝绿都有 那朱立伦是一直被问 就是说你要不要选总统 这件事情 朱立伦后来没送 时间到了 谢谢 这个也很经典 那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江启臣跟洪秀柱也都被修理 所以当时马英九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 很多人 有些幕僚劝他不要 不要 因为那个德国之声 你不知道 他太aggressive 那他干嘛硬要呢 他为什么硬要 对不对 然后重点来了 他其实重点就是要为 明年的马席二会铺路 历史定位 他一直很希望马席二会 为什么 因为他去年去了中国 然后去记住那件事情 回来 他整个心情超好 觉得那九二公司大复活 整个他要活起来了 在他追求历史定位 所以他非常希望在他任内 在他有生之年 可以再办一次马席二会 所以他明明知道 德国之声你上了之后 可能会被切 很轻忠的标签 但是呢 他还是感冒大不会 他觉得没关系 他就是 我认为他太自私 他只为了自己 你今天一个标题 就说两岸关系 我们必须相信习近平 你这件事情 国民党 惨了 你整个惨了 你今天再开一百场 国际记者会还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 大家所以为什么 今天党内的国民党 整个炸锅 全部里面都在骂马英九 就觉得他太自私了 你为了你自己的马席二会 结果 你为了铺路 然后你被贴金松标签 你就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也是拿他没办法 因为你毕竟是前总统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马英九为了自己的 马席二会铺路 而把国民党整个 甚至选情都嗨料料的话 我真心觉得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朱队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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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